嗨 又來了 本週的最後一集 星期五 終於恨到 18樓也沒有什麼特別 不是以前 一個星期六 五集 六 三集 輕鬆得多 2023年6月23日 農曆端午節之後 夏至之後 端午節之後 就是這個五月初六 昨天有沒有報天氣 麻煩你記得了 隨便吧 手續上要報下這個意思 這個Podcast的天氣預測對你來說 基本上沒什麼意思 我錄的時候的預測 你聽 最快都要135晚上的9點半 最快 如果我沒有遲那天 都沒有關係 少少 如果你當晚聽到 可以預測聽的 給我一些東西說一下 不是 手續上的 這個叫什麼呢 所謂儀式感就是這樣 現在4點多 黃昏 29度相對 濕度80度 分區氣溫 不是 不是 本港預報的那些 一個活躍 活躍 活躍 活躍的 趙雨和幾陣狂風雷暴 我洗了那部機 上次 星期三集 記憶卡沒有位 忘記了 又沒有插著電力錄 大致多 雲間中的趙雨和幾陣狂風雷暴 氣氛價為27次浪費一度吹和換藍 直到西南風 風勢近東清京 指望星期日有幾陣趙雨 初時各部地區的雷暴 除了一兩天短暴時間的陽光和炎二 也有幾陣的趙雨 好了 一條問題 一天記憶記憶應該答了 除非我不記得 星期三那條 星期三有人問 在哪裏問呢 我不記得了 總之有人問 你不用說 看到也不用說 在哪裏 重點不是 找他出來在哪裏問 星期三那集 好像在Youtube那裏問 他問 什麼時候出發 都明白的 我經常講過17,000次講到口臭 其實我這條影片裏面 有講過什麼都還沒訂 所以現在回答你了 今時今日 六月二十多 二十三日 星期五 我什麼還沒訂 我有個福稿 去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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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什麼都還沒訂 如果你比較去慣旅行 什麼都鋪排好 可能覺得有點驚訝 你可能一兩三個禮拜後出發 你什麼都還沒訂 我一向都是這樣的 一向都是這樣的 我很少可以一個月前去訂 那些機票 酒店 可能有個不好處 會比較貴 會便宜一點的酒店 但你要最後一刻去訂 以前有一個APP 專門是給你 現在不知道有沒有 疫情 疫情已經是全部洗牌 不同 以前有一個APP 好像是專門是給你訂 即日的酒店 還是明天的酒店 特別便宜 我已經忘了那個APP 還有沒有出現 不要理會 基本上都是越早訂越便宜 機票也好 酒店也好 我沒有這些隨遇而安 我又不是去山卡 大部份旅程都在省的話 不會訂不到 如果說算 你有錢也會訂不到 但我又不是這類型 不是這類型 如果訂不到 譬如住開那些三四五百元 台北就可能都要四五百元 我便宜 一般人都六七八那些 我不喜歡住六七八那些 唐樓三四層 裝修到很新穎 很多設計 很多裝修 很有個性 很漂亮的 但其實是一棟很舊的樓 沒有窗戶之餘 因為我的窗戶用法 和普通人可能 有些人要有窗 就覺得沒有窗 就像屈住不能呼吸 而我要有窗 你都明白我要來做什麼 跳樓 用來呼吸吸 我是不喜歡住六七百元 那類的酒店 縱使你裝修得很漂亮 始終是用舊樓武漿 之餘 你留意一下 台北 只說台北 或新北市 都可以 這類舊樓改建而成的旅館 很多 六七百元 三層樓 可能會有升降機 也不奇怪 它全部舊樓的走火通道 即是防火走火 很多都爬爬烏 你自己想 安全 為何要說這個 它沒有窗戶 如果真的有火觸 你去哪裏走 對吧 如果你有窗戶 三層樓跳下去 最多是冒險 腳跌不跌倒 我去哪裏都好過燒死 防火 措施 還有它沒有窗 我接受到 更貴一點 我通常找些三四五百元 四五百元 舊式的飯店 如果離開台北 新北市 百多元都有 講過很多次 台南 我是住這些 到時我找不到 去到找不到 我都說在城市 基本上住網卡 廣東話也叫網卡 打機 香港叫什麼 香港以前也有些 現在還有沒有 網卡叫什麼 糟糕 總之是網卡打機的地方 但基本上 如果不是真的去打機 就在那裏過夜 短睡8個小時 在裏面隨便開了電腦 最重要是在電腦上點名單 點網卡最出名的 即食麵 我去過一兩次 如果沒有大醒那些 基本上都有網卡 有的選擇 也不會住網卡 如果不是太up-up那些 有些真的up-up到 隔音很差 基本上沒有隔音 只是一塊木板隔著隔離 但我都問 其實我不是打機 我睡覺過夜 今晚睡到明早 有沒有美房 沒有那麼吵 都可以的 但有時真的太殘舊 冷氣 又可能太冷 或者太不冷 而且 看你住在哪裏 可能圍一條數 有些比較漂亮的 可能要一百多元一晚 我也說 如果我找到便宜的 可能二百多元 不如睡酒店 又有獨立的洗手間浴室 網卡是公用的 要拿一張卡 又麻煩 而且始終是比較吵 你要帶椅塞睡覺 還有它未必包括叫床服務 不會叫醒你 睡醒 可能睡到十點 糟糕了 延遲行程 還有額外 給多幾個小時的錢 要選擇 不會住 隨便住 很少沒有 網卡也沒有 睡街 無所謂 所以 我一向都是這樣編排 除非 要去到今次 你當我要上山 去離山 你自己查一下離山在哪裏 一千零一間近的賓館 附近有些民宿的遠一點 那些真的要預早訂 如果不是 雖然你當離山有便利店 應該有 除非沒有 但山上冷的 在山上都很難睡街 真的 一晚半晚 隨便找椅子坐在那裏 或者別人騎樓下坐在那裏睡 你不妨礙人 就算了 一晚半晚 沒有所謂 你坐在那裏睡一晚半晚 但如果山上天氣冷 晚上會轉 不是轉涼 很冷 就比較難 平地 市區還好 你真是瀑布在7號 沒有人理會你 通宵那些 現在的蜜湯爐 現在的蜜湯爐 在那裏睡一晚 真是瀑布 有得選到網級 沒有 所以今天我什麼都未訂 隨意而安 沒有所謂 正如剛才 我說有人問 我就說 我已經習慣了這件事 不過經常拿來笑 剛剛我剛才錄了脆文 錄了一宗新聞 Sony說搬他們的維修部 還是CF時效 什麼都好 不是朗豪方 是銅鑼灣那個 很多年 是東角中心 維修部 還是什麼 我忘記了 怎樣分辨一個維修 朗豪方的 總之 銅鑼灣應該是東角中心 那間店很多年 他就說 不知道 只是營業到幾時幾日 7月幾號 接著 要拿機 請二浴部去觀塘 那裏 搬到觀塘 寫得明白 不是很多字 對我來說 但對於現在的人 可能超過三行 已經不想看了 我搬到觀塘園 下面留言 Sony或華碩 通常都是被人罵 特別是香港人喜歡罵 講過很多次 香港人九十十都要罵 你想不被人罵 就罵人 又是那件事 你要是一個PK 做一些PK的事情 給一班PK 餵給一班PK 那你就沒事了 沒事的意思 不是等於這班PK 不會用你 是因為你也是PK 你用回去 冤冤相報 何事了 PK 當這些是脆味 這個脆味 還包含什麼 擦存在感 我已經不是這個世代的人 我已經是PK PK 看不看 你 這麼多東西寫 這麼多東西說你做 你拍片出來 你寫片 你應該想出來 說 你敢把你的樣貌出來 被人嚴上 說 浪費氣 那篇好笑在嗎 下面看到第三或四個留言 就問 搬去哪裡 我真的看到那個心 對不起 我真的說了三個字 髒話 人家寫明 7月幾多日 離開銅鑼灣東角 即是香港島 搬去觀塘 你竟然可以留言問 人家搬去哪裡 你是文盲 這個人 你是文盲還是弱智 我不是口賤 人家 那段 那段 又不是很多字 如果 純粹當他不是玩 他真的想知道 人家搬去哪裡 很簡單 你用最簡單 最普通 最宏觀 最中立的角度 去看這篇 Sony告訴你 他的維修部 要搬 從香港島搬去觀塘 下面出現一個留言 問他搬去哪裡 正頭正路 如果我以這個留言 這條白癡 這條粉搶 這條低能兒 我不好意思 這是我最近見過最低能的留言 如果你真心 我當你不是低能 不是白癡 不是玩笑 你想知道他搬去哪裡 正常人 是不是會 按進去看一看那些字 人家寫 搬去哪裡 你不按不看 但在下面留一句言 要打一行字 問人家搬去哪裡 笑到 我看到他 笑到是夾夾聲 你是在侮辱自己的智慧 你明白嗎 人家寫了一段 那段字真的不是很大段 在於我來說 一分鐘不用看完 既然你真的想知道 人家搬去哪裡 你不應該細心閱讀 其實不需要很細心閱讀 你輕輕看這篇 寫什麼 就知道搬去哪裡 寫了地址 觀塘 哪個樓 為什麼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搬去哪裡 現在的人 我一直不明白這件事 我不想他明白 你明白嗎 為什麼現在的人 他已經超脫了 懶不懶的事情 既然 你真的去分析 我當你真的想知道 他從香港搬去哪裡 那你就去看看帖子 寫什麼 什麼 何解在下面留言 寫得很清楚 多少月 多少號 搬去哪裡 什麼大廈 什麼區觀行 多少樓 為什麼可以這樣 不過 現在這個世代 是這樣的 個個都是 幾乎個個都是這樣的 我不是一股清流 只不過是我覺得 我有興趣 我想知道的事情 我會查根究底 這個是我的 你當是優點也好 缺點也好 我是好奇寶寶 好八卦的 就算我不是需要知道 也不需要 Sony的維修 沒有什麼維修 我都有興趣 看一看的時候 搬去觀塘 但是我不會在下面留言 我如果在下面留言問他搬去哪裡 我首先會看多一次那個帖子 他的文字有沒有寫到 一個很正路的思維 現在Sony通知你維修部要搬 他會告訴你 基本上他一定會告訴你 搬去哪裡才出這個帖子 如果還沒決定 那麽大間公司 是吧 人家要裝修 不是今天說搬 就是草率決定 可能半年 一年前已經計劃 還是要搬 他才會出這個帖子 可以了 那邊可以裝修好 我們拼取多少 7月多少 搬 他就出這個帖子 這個很正常的做法 我們是一個很正常的人 都會明白是這樣 河九屋下面出了一個留言 搬 搬去哪裡 很久不久拿這些來笑 所以我經常上網看 隔硬要 不是隔硬的 我經常叫你識看 那些人說識看 我們不需要看的 你看留言 令到你個人頭殼壞掉 而且越來越反社會人格 什麼都罵 什麼都不對 而老坑就是百壇齋主 現在的人就是反社會人格 你不能一聽到 反社會人格 就以為是政治運動的王 不是那樣的 總之現在的人就是這樣 我會覺得 如果那個是我的朋友 簡直我會覺得 我都會沒有面子 你明白嗎 這個 嚴重是在侮辱自己的智慧 真的 我不是想去解釋 可能如果你比照 我在十年前 我可能忍不住 八年前 我忍不住要留一句 大哥 人家就寫了搬去哪裡 當然 有些比較好心的人 就會 copy 別人的原則 搬去觀塘 就 copy一次貼在那裡 通常 以前有些比較好心的人 就會 但香港人不會 沒有這些互相 沒有這些 你不要想多了 當然其他留言 就不是精彩的 就是反社會人格的 你為什麼不搬去大灣區 又不是沒有人幫襯你的相機 是你為什麼會捱不住租 要搬去觀塘 又說什麼 隨便 捨得這些東西的人 那些人有沒有真的需要用到這個服務 你自己想 真的有需要用到這些服務的人 我覺得他就會想 如果是這樣 我要維修 真的要看好幾多月幾日 我哪裏拿機 什麼時候去 我當然不會行常要做 我當 舉個例子 當你行常 很奇怪的 當你行常要拿東西去維修 我就想 可能要提醒自己 不要搭車過去 慣性搭了過去同學灣 現在搬去觀塘 只會想這些解決方法 不會去寫那些 你搬去哪裡 為什麼不搬回大灣區 其實我想回那個 為什麼不搬回大灣區 又是說錯 你不在香港就是大灣區 香港以前叫18區 現在只剩下一個區 叫大灣區 全人都想想 所以剛才說 有一個人問我 什麼時候出發 他聽不到我說 一點都不奇怪 這類人有個共通點 我不是單獨問我 什麼時候出發的人 所有人 這類網民 你也可能是 老老實實 這類人很有趣 就算他問了 舉個例子 剛才那個問了 你搬去哪裡 官方 那有責任要回答他 你不要理會對方 是不是弱智 低能 不看字 文盲 我沒有讀辣 這些說話 這些人事實 真的這樣 我看到我 以前會很猛 現在會覺得 你拿架來刁 免得別人給 自己刁 你寫出來 讓別人圍著 看笑你 這傢伙盲 但是看不到 我以前很生氣 但現在只剩下笑 但是這類人有個共通點 是很有趣的 就算 當官方有人回答他 搬去觀塘 又或者 我那裏有人問我幾天出發 我實際 昨天已經說了兩三次 我什麼都未訂 什麼都未知道 是不是 就算有人在下面 回答他 史丹地說未訂 諸如此類 你知道結果是怎樣 不是全部 七成這類人 這類人的七成人 他不會在意這個答案 他不會記得答案 你明白我說什麼 就是 隨便拋水吹 拆存在感 七成 不多 可能那個人回答完 別人就寫了 或者誤寸他 copy 觀塘 他不會上心 他不會記得 上網了 上多網 你這個人會善亡 閃電記憶 頭殼壞調 反社會人格 除非 好像我這樣 累積了多年經驗 我不是聰明 只不過是 用時間換取經驗 就是用時間換回來 當然會中個服 會拿個東西 會被人罵過 或者是罵過人 笑過人 被人笑過 這些 才會得到現在這些所謂經驗值 就是 不需要看留言 除非好像我這麼硬正 不然你只會越看 你會越傷心 不要看那些 什麼都罵那些 什麼都哭那些 什麼都罵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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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像我這樣 比較敏感 和 勢力一些 或者真的會有 不要說是獨立 會想一下 單是看到我講 剛才Sony的留言 你真是會 如果你像我這樣 這麼八卦 這麼厲害 你看到這些 為什麼人家說到明 都會問搬去哪裡 你可能會悲從中來 現在香港人的質素 這樣就不開心 不需要特意去看留言 無疑是基本上現在所有東西 所有東西 所有東西 百分之九十的留言 是垃圾 真的是垃圾 全部 真的是垃圾 剩下的十個百分之不是垃圾 可能真的問一些東西 或者正正常常一個受眾去問 那個圓鋪一些東西 他回答這些 正常常 如果不是全部是垃圾 我就經常在這九十八式垃圾 找一些笑話 笑這些人 但我很厲害 我這十年八載 忍得住 笑得來 我不會回答他 也不會給他心 不會給他 這樣 現在這樣 比弱智更弱智 比低能更低能 比負面更負面 我已經是笑這些 我已經不會笑到那些 以前不是好聽的一句 衝出來疾 那些 我已經不是笑這些 馬來世界沒有對與錯 你說他衝出來疾 他衝出來疾 那些通常都是去說一個圓鋪的東西 但其實他自己說的是錯 但今時今日 圓鋪的東西 可能真的未必對 衝出來說別人 衝出來疾 那個所謂 他 那些東西都未必對 不要去執著那些東西 對不對 所有東西都 隨便 有 加上回歸了 那些狗活生存 更加所有的東西 隨便 即是表面 口說 表面一定要這樣 隨便 無所謂 我經常說 你回大陸問路 是不是在右邊 還是在前面 左邊 好像是 行了 阿明 你真的有需要的 國安天命 自求多福 這樣就怎樣 靠你平時累積的人生經驗 去達成一些東西 破解一些任務 一些關卡 那不是怎樣 你站在羅湖關口 你要問路 問香格里拉怎樣走 旁邊那個說 右邊 前面那個說 左邊 你後面那個說 對面 那是怎樣 上網白圖一下 白圖一下 你答案都是有前有後有左 是這樣的 所以呢 我覺得網絡世界 除了不要說這些 我經常找來笑的 是越來一定的 越來越多騙案會發生 現在不夠多 多 再會多些 因為人真的越來越 上網都是越來越白癡 低能白癡 就容易受騙 很簡單 我想我幾年前都說 做騙徒 那時候說 現在的人真的很容易騙 更甚至於幾十年前 那些女人的錢是很容易騙的 或者另一個說法 那些女人的錢是很容易賺的 現在不是了 而那些網民的錢其實很容易賺的 你只要不正路去出一些周邊商品 叫人正正常常光顧支持我買東西 捐錢給我 課金給我 你不是 你去偷騙拐騙 這樣就很容易 現在的人是這樣 可能有一個人出一件T300元 你當 你不買 不是我 港幣200元 港幣一檔200元 少少喜歡 又覺得少少肉痛 又不買 我幹嘛要支持 或者這樣說 我幹嘛要支持這條藝人 這條網紅 他出一件T200元 人家旁邊的網紅 出一件T90元 又不是特別漂亮 但我覺得 其實都可以 算過資料和設計 那些200元 你有愛你就會買 問題是你不買 你覺得 肉痛什麼都好 但有一天 有個人可能私信你 可能知道你在網紅下 那裡留下 我都很想買200元 不捨得 諸如此類 可能有人看到 有個騙徒看到你的留言 去私信你 我們有團購這件T 不用200元 暗瓦底 140元就有了 不能太便宜 說到太便宜 說到90元就沒有人相信 不是200元 我們團購是140元 但這個團購是馬底 不可以公開的 這個是我們和網紅私底下 溝通出來 賣給一些真的粉絲 鐵粉 140元 你知道如果公開了 140元 200元就沒有人買 如果有興趣 我幫你訂購 這些騙徒出現 受眾就會相信 然後就韓韓QQ 我賣給了140元 然後拍也沒有 現在的人是這樣的 奇怪 不是你一般看到那些 猜猜我是誰 你今天被人騙了沒有 那天過上環 過海底隧道回來 廣告牌還在 又是警察局 總之政府 又是那句話 我之前說過 那句話 你今天被人騙了沒有 我第一次看到 他終於跟貼回大陸的實況 你被人騙了沒有 因為如果不出這張海報 我不能再大大聲聲說 騙字 我經常說 你要生存久活生存 你要學會大陸的騙字 和無賴 我告訴你 你現在被人騙了沒有 每件事都是深一點深一點 深一點入侵你的生活 我反而 你當我想多了 多仇善感 我不是想過人 過人 過多二三十年 我不死了 走不動了 我只是想現在讀 可能小六 比較年輕一些 中一二的那些 甚至小學 一二三四年級 未來這五年很關鍵 香港會變成怎樣 變成怎樣的意思 我就說 剛才我講這些 你今天被人騙了沒有 我剛才講一些基建 可能一岩一忽 諸如此類 你又見到香港政府 經常出賣一些不知什麼措施 但我那次告訴你 我不怕得罪 我沒有煽動沒有叛亂 我才告訴你 他坐在這裏的政策 是屁 還有廢話 做無謂的事情 你拿了錢 做無謂的事情 你要跟 我上次講過 你跟大陸好過 你真心狗活生存 極致到底 看大陸這期風向 做些什麼 是否真的窮到要怎樣怎樣 沒有錢用 搞數字人民幣 諸如此類的 將來我還拿不拿到錢 不要說走資 有些人有資產在大陸 這些錢怎麼拿下來 數字人民幣 怎麼搞 或者這期禁止些什麼 不喜歡些什麼 生氣些什麼 玻璃心 小粉紅些什麼 小紅書輕些什麼 你不如知道這些好過 我不是叫你搞破壞 我不是叫你搞破壞 政府做什麼 搞了這些無謂的事情 做什麼 如果近這十年 一個現實的人 會覺得唯一一個得證 就是派錢和消費券 但是 唯一只有這件事 是叫做好 但是 你也知道背後 做這些事情 通貨膨脹 等等 出出消費券 派錢 消費市場的貴了多少 11元罐頭 變成15元 這些你知我知 這個惡性循環 誰受回 就是市民 借民樹民 自己受回 局升了價 加了價就不會減價 所以 這個唯一 因為想不到 香港政府搞了些什麼 令到我覺得 有成效 就算他的面子 那一陣 我們做好事 為及市民 那些 我已經不想他是否為及市民 我只不過是想一件事 你不要搞鑊 竹出來 你什麼東西都不聽大陸之頂 又不跟著人家的步伐 又不看人家的底線 做完些事 可能發覺阿爺不喜歡 立即 可能大挪大鼓 發佈一些政策 轉頭發現 阿爺這期不是這樣行 那步伐 還有阿爺有一點微言 不太喜歡 當然我一直說 阿爺根本不理你 香港七百多萬 七什麼百多萬 你猜是八幣 隨便換過一批 一半年已經換了 這七百多萬 不理你了 半年就換了 從來不會理你 要害怕 你這七百多萬人 做任何事情 他不要害怕西藏 我經常說別人自焚 你香港人做了什麼 上網也發佈 寫寫 吵吵吵吵 說無謂的東西 躲在螢幕後面寫寫 那些 轉頭可能人家 不是來敲你門 只是打電話跟你說 你嚇到飆尿 很多人 做了那麼多事 當大挪大鼓 我們要實行一些事 轉頭 我發覺我不是很對勞 阿爺不太好 或是跟著那個部分 無聲無息摺上那樣東西 不需要因為他做任何事而太刻意去感到不開心 作為一個在狗活生存的事鬼蛋 當然自從那條七婆不做之後 比卡超是沒有搞那麼多這些事情的 沒有搞那麼多這些屁股的事情 舒服一點的 搞什麼呢 堅硬吹無求疵要彈他 只會彈這件事就是無論你搞任何事情都要牽涉到錢 我不管你的錢左手來右手去 你找什麼商人幫你搞 找什麼單位去幫你做這些事情 你明白嗎?你明白我說什麼嗎? 他做任何事情都不會找外國的單位 你明白嗎? 說你有沒有被人答不會 一定不會的 隨便吧 私商壽壽的朋友 我不管這個事情 不管你私商壽壽多少也好 明明那個 起條橋可能是10元的 你稍後又說是15元 但是你用的材料就會爆炸 哈哈哈哈 豬詞類的 我只不過是 怎麼說 我沒有資格說 因為我很多年都沒有交稅 你知道我薪水都不用交稅 我知道你做任何這些事情都要用香港市民納稅的錢 哈哈哈哈 我是沒有什麼資格說 因為我很多年都沒有交稅 很不符合交稅 那個最低標準 哈哈 我要報上去 今年才剛剛報完稅 零元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所以 已經漸漸習慣 真是自求多福 沒有任何寄望 不過事實是 真的 比叉燒 對比起那條七婆 是做少了很多無謂的事情 真的 無謂 做少了很多無謂的事情 已經是一個德政 基本上 那他有沒有推出一些事情 令到你反彈 一般香港人 以我的很輕微的觀察 為什麼是輕微 因為我真的不想知道 哈哈 他應該是沒有的 他起碼上任了這麼久 他沒有令到我很討厭他 哈哈 真的沒有 只不過是笑他 最笑的是 最初他準備上台 那時候要宣傳一下 很多他的花邊新聞 什麼新聞都會宣傳 有些同學說他是什麼華人仔 還是黃人仔 那些什麼浪子 那些柴魚飯樓的笑料 目的都是什麼 市場 為他打響知名道 之後他上任就沒有這些 哈哈 最初我還想 這個人給我感覺 和七婆搞亂檔 我講過很多次 他在香港開埠以來 一定是頭兩位 或者三位的巨大污點 如果作為話事人 他肯定是No.1最差那個 哈哈 最PK那個 哈哈 他是劉芳白勢 他的朋友 胃臭萬年 一定是有他的份 沒有一個給得上他 只計香港 真的沒有一個給得上他 那麼 強烈的對比之下 給叉燒 我又覺得他 沒有什麼 做很多特別的 令人反彈的事 是鬼彈什麼都好 當然不能夠很大聲 關我屁事 我在那裡狗活生存 只不過我不停的 一個腦子在那裡回打 在那裡想 自從七婆 不是死了 沒有 他起碼沒有做些事情 讓我覺得他搞亂 他可能默默地看著大陸的線 看著大陸的步伐 做些什麼 這個人不會出錯力 他不會做些無謂的事情 不過算了 我都基本上 我心態不算特別 無端今天說這些 我都說我什麼時候開始有這些心理 不是近幾年 我說過很多 八九年之後 我已經覺得 沒有了 這個香港 不是我小時候的香港 我很早八九年經歷了之後 我已經覺得 雖然八九年那件事 不是直接影響香港 但我也覺得沒有了 真的沒有了 不是的 一路走來 那一天 五月三十五日 又開始計 一路走來 也是 逐步步向微爛 會不會滅亡 就不知道 不是笑著 我又不會過分激烈的 因為 你知道我知道 或者怎樣也好 我一直在說 都以我一個中立的角度去說 不是你聽到一些心黃 聽到又不阿賴 或者是心藍聽到又不阿賴 我一直覺得 我不是特別臭米氣的人 但是我知道很多事情 從八九年開始 我會知道 就是 你千鬥萬鬥 不要跟誰鬥 之餘 你是鬥不了的 你怎樣也鬥不了 真的鬥不了 當然你有些心黃 怎麼可能 歷史告訴我們 怎樣怎樣 運動都是這樣而成功 那你當我 不讀書 不讀歷史 我不是說八九年的事件 從八九年開始 我一直翻查歷史 我好用功 那期我在讀書 但是我天天 天天 晚上通宵 回學校睡覺 目的 就是 到中午要考會考 考出來七個U 目的 但是我還是要告訴你 我中午畢業 我閒事是做什麼 看中國近代史 我那兩年看了很多 我看了很多 當然看完會發現 千篇一律 下去的手法手段 是這樣的 不要說近代 由秦始皇 去到毛澤東 鄧小平 其實都是這樣的 其實大同小異 因為中國人的特性 是沒有怎樣變的 都是中國人 所以他要管理這幫中國人 要管的中國人 其實很容易 下去了三腹皮 我已經覺得 不會有 有得點變的 真的不會有得點變 我都說了 如果這些說話 你給那些很旺的 或者真是 頂點反社會人格 聽到那些 會不喜歡的 sorry 沒有辦法 這是個人意見的 其實真的沒有得點變 更慎一件事 莊國人再大 再想 我不是妥協 跪下 再想 如果真的變了 千鬥萬鬥 不要跟誰鬥 誰消失了 是不是一件好事 我告訴你 到時有十幾億 亂世家人 不只是騙到無賴 可能到時 不要說下去 為什麼說了十幾億 香港回歸了關係 一樣亂 所以我會覺得 我沒有認同他管治手法 或者什麼都好 總之我 中國人是要管 他是用這些方法 家長式管教 其餘那些 有些人 過分將西方人的東西 扼在華人 中國人那裏 所以他們就覺得 兩樣東西不適合 那四個字 隔離飯鄉 老實說 你去到西方 西人社會國家 一樣是有他們的問題 一樣是 那你要自由 或者那些人 常常會說 深藍最喜歡說 你要自由啊 美帝那些地方 到處拿槍 是否真的走出街 就被人拿槍 扼 那又是另一件事 看去哪一區 得罪什麼人 對不對 你算實實的 駕駛駛駛 你出街 我不扼你 我也老套你 所以 一路這麼多年 到現在 都沒有什麼 怎麼變的了 不會希望 不是不希望 不會奢望 再想想 如果它變了 會怎樣 會怎樣 哈哈 你說這些算不算感性 不算 所以不會有明天 不會有希望 有飯 有機靈 大家有教你 一份活在當下 對嗎 百分之百 沒有Google 沒有Facebook 沒有打機 沒有Play Station Xbox Switch 沒有上網 所以現在有機靈 就好打 有得去旅行 你去旅行 可能日後去旅行 好像大陸 要申報戶口 有5萬才可以去日本 有10萬才可以去美國 好像現在大陸 一點都不奇怪 好 剛才有些事情要處理 所以我要停一停 然後稍為剪接 剛才說到哪裡 說到 我忘記了 隨便吧 來不止 你當我腎一下 其實又不太腎 你聽聽我久了 我是非常理性 我知道是怎樣對應 怎樣做 只不過 為什麼會說 我明白 不是目的 我習慣了做幾十年電台 我現在是在安慰一些受眾 好像說到自己很偉大 我自己說真的 真的沒有東西 有飯吃有機 可以怎樣 可以有個彩虹 有個未來 沒有的 沒有 總之你什麼都不要搞我 這個態度等於我以前做新城一樣 你不要搞我 我不會要求你任何人 我不會要求你給廣告我 我錄什麼 我MC 我什麼都不要搞我 不跟你欠錢 你不要搞我 就行了 就是這樣 隨便說一宗出門 已經撿了幾宗 昨天沒有讀 星期三沒有讀 我今天讀這宗 這宗 你們不會想聽的 聽得我這部Podcast 我經常說這部Podcast 目的都是錄給以前那些 我照說地球 那些古典 那些古典 老坑聽的 不要緊 我也是中坑 對不對 我一直不說老坑 說古典 好像比較好聽 我都49 中坑 我快要步向老坑 先說這宗 老坑 老坑不管 昨天跟高達Raymond 在講 不知道經常說 FF 最終環上 終極環上 Final Fantasy 16 我一會不會買 我跟他聊過 我之前聊過 聊過 為何五百六十多元 那麼貴 那個官方價 算不算是最貴的遊戲 因為很多強勁 超有名的IP 一些IP 你不知查什麼 IP 很複雜的 很多文字 不是很複雜 一些知名的公仔 你當是icon 不說IP 那麼複雜 譬如人中之龍 不太出名 比起FF 或者什麼 但他都不會買這麼貴 我想有什麼IP 即是有什麼公仔 有什麼卡通人物 有什麼遊戲 可以有本事賣得這麼貴 當然薩爾達是後知後覺的 雖然你說上一集 抗野知識 多人玩 但沒那麼多 今次這集 就是什麼國王之旅 王國之旅 不知三天賣了多少千萬億 不知不知 這個他開賣之後才強勁 如果他開賣之前 已經想到這麼強勁 他也可能不會賣 他開賣好像四百多 我忘記了 四百元左右 但現在FF16開賣官方價 香港 Sony 五百六十多 當然我有查過 日本 好像為港幣是五百三十多 台灣 好像為港幣是五百元左右 即是下載版 你自己查一下 我不知道下載版 下載版 會不會玩到 我不知道 那麼貴 研究一下 是否算是最貴 即是史上 頭三位最貴 一出最貴的遊戲 我昨天到現在都想不到 有哪一款遊戲一出 是說官方價 五百六十多 普通版 不要說什麼典藏版 特別版 我想來想去想不到 如果將來有機會出 GTA GT5 打架的話 到處走 那個有沒有本事可以賣到五百多 都不會 就算GT7 最初出都不會超過五百元 我明白 他用很多時間來開發 那些明白的 但是 五百六十多 你真是有些 當然 賣街價未必是五百六十多 我猜 我猜 可能過了兩天 實體版 可能是四九九掛 我不知道 如果你要我 官方下載版 下載版 五百六十多 我不如去買 那些特別版 不過我不會買 為什麼 薩爾達 我還沒玩完 之前人中之龍 維生 我還沒玩完 Xbox有一堆 我還沒玩完 Sony有一堆 PlayStation有一堆 我還沒玩完 因為我有那些 不是援助遊戲 那些月費 包在裡面 某些遊戲 雖然它有些重複 但Xbox有幾隻 餓龍 我都還沒玩完 玩了 少許 你還生個F56出來 而且它是五百六十多 就算了 然後研究 接下來有Switch很多遊戲 偏一些那些 但不會有時間 淘汰狼 電鐵 就算了 不玩了 我喜歡 11月有用者鬥惡龍 糟了 一定買一定玩 還有 頂歸竟然有RPG 哪有這麼多時間 我不是跟你說這些 我看了一篇 F16 最新你當 今天賣街 還是昨天 隨便 不是今天是昨天 偷步仔 偷跑仔 是另一件事 官方賣街 不知為什麼 這次賣得貴 不知為什麼 可能IP市場價值很高 或者幕後團隊 可能五六年 用了很多時間 心血 所以要賣 不要理它 這件事 我說它貴 不是說它值不值 我覺得它真的可能會 我的點是 會不會是 史上最貴頭三位的遊戲 五百六十多 一出 普通版 我只是指出這件事 我不是說它值與不值 沒得計 你想想 一個遊戲 你不要說 什麼遊戲都好 一班人在後面 人意計 在那裡狂抖 抖遍 眼藥級便滴幾十萬磚 只有這 complained 所以我從來不贊成玩老翻的那些人 背後人家浪費了多少時間 賣一隻遊戲給他可能只是三四百元 其實你如果這樣想 抵到難 當然有些垃圾難遊戲是另一回事 如果普通通 例如薩爾達 畫面是不漂亮的 畫風我也不喜歡 不是只有伊達人公仔 它好玩 可玩性甚高 除了考慮IQ 還考慮EQ 諸如此類 真的可以磨時間 磨到你死 你慢慢正常地玩 不是那些超級快地玩 半年你也不會打爆機 就算到你半年打爆機 你也不會全解到任務 不要說裡面的小任務 神廟你也不會去一百五十多間 你也不會去得完 就是抵玩 就算勇者大惡龍 仁宗之龍的地圖 世界觀 開放世界 都沒有那麼大 我買的時候 三百九十九 還是三百九十八 就算是貴一點 官方就算是四百多 人家用這麼多心血弄了一個這麼耐心 我也算不僅打機的人 都覺得半年打爆 都不是全破 都要半年的時候 四百元 其實真是值得了 那次跟台灣朋友 跟女朋友 男朋友 出去吃飯 看電影 買個炮菊 都不止四百元 吃完飯 一個團隊 要出糧要盛 所以我覺得他好賣是應該的 應該的 但我不知道他有多好賣 我忘記了 但我也覺得他不會讓他賺大錢 因為他要養著一群人 那好啦 FF 買到五百六十多 可能有些友愛的人會買 普通人應該不會怎麼買的時候 那他賺不賺到錢 不知道 當然不是只推出遊戲來賺錢 周邊 授權 諸如此類那些 只不過是五百六十多 那我看到一篇是甚麼呢 幾個遊戲是昨天還是今天才正式推出 我忘記了昨天 這條題 我讀了題給你聽 Final Fantasy XVI 全破 全爆機 無雷 無雷 即是沒有地雷 無雷不會透露劇情 因為RP遊戲是玩劇情的 他告訴你以下這篇文字 片或文字就是全破關 無雷的 你看吧 放心吧 不會透露劇情的 無雷感想 還有他玩完的個人感想 搶先報道 爆點連連 漸入街景的沉重幻想 我明白的 你玩開一點都明白的 什麼叫沉重 它一向都是黑暗的 所以據說沉重幻想 我明白的 爆點連連 可能他跟以前的玩法真的有些不同 我的點是 我不會讀這篇文字給你聽 遊戲今天出 你就已經 昨天或今天出這篇文字是6月21號的10點 當然會有媒體試玩版 還是甚麼 但是 今天才賣街 你媒體試玩版 我明白的 但你這麼快就爆機 我看到這篇文字就覺得 會不會有點而拿過呢 我看下去會覺得 其實是否很容易爆機 為什麼你這麼快就爆機 我不知道怎麼解釋 560多元 這麼快就爆機 他們玩得很厲害 沙爾達也有人說 不知道多少個小時爆機 你單純走主線去爆機 你可以 但是我不會這麼做的 一來你知道我喜歡玩開放世界的 周圍走 人中之龍 用者帶我來周圍走 沙爾達我也會周圍走 但是唯一有一個分別 就是沙爾達也沒有認真說我的感想 我覺得很恐怖 但我會繼續玩 在地底黑黑黑黑黑的恐怖 寫一些怪物撲出來 在天空 我懷疑我真的有點畏高症 只是打機而已 你不知道就看沙爾達的遊戲畫面 他不是精美的 不是說很逼真那些 我其實不太接受他的畫風 但是好玩就算了 又不可愛 他不是太真實 不是太精美 但他終於是在天空進行 在天空島上跳來跳去 我有畏高症 那些水水世界那些 搭那些水球星上去 從那個瀑布游上去 一個失手就掉了 我心裡會離一離的 如果掉下去那一刻 說是打機而已 畫面不是超逼真 我心裡會掉死了 地底黑黑黑黑的不放光的花 又會很害怕 地面又會有個紅蟲色的太陽 還是月亮出來 又會有些怪物出來 又會走雷閃面 又會砍你 就算不說那些怪物 那些蛛蛛怪物 或者蛇 恐龍 狗 人頭馬那些 最慘我是不會知道 因為他那個攻擊力 有時候一隻蛛走過去好地地 我已經是戴了一個頭盔 有一個面罩是扮演那些蛛的敵人 然後會欺騙那些敵人蛛 敵人蛛會看到 有一個問號 你是不是自己人就不打你 但我走過去就一夜 禁止他 那有些蛛和愛可親 或者你覺得他一夜可以打死你 就算我現在有八個 九個心心 我都被他一夜打死 所以很害怕 一步一驚心的 這個遊戲基本上是 你撇除了解神廟 或者其餘的解考你IQ EQ 是很恐怖的 但我會繼續玩 所以那些人說很快就不知道 這個鐘爆機 沒問題 你跟著主線去玩就可以 要不然你要做其他 像我那樣 你問我 我想我 不要說全破 譬如一百五十多間神廟 可能我最終去玩到一百四十幾間 我就放棄了 或者大部份任務都破 我不會破 我想我都需要一年 因為你上一集抗野知識 很多人都玩了一半 不玩 某些位置 打不到你就懶惰 這期我不是懶惰神廟 這期我懶惰那個水水世界 不是鳥 那些魚 如果你有玩地圖 右上角 按上一塊 最後那條八爪魚怪 打到極打到 好懶惰 我知道那個方法 我猜到的 我下次試 因為之前我想我用錯方法 用弓箭加上水水鯉 和水水膠 應該不是 應該是用那條魚人的水水防護罩 波的攻擊 去攻擊它 我猜一下 我純粹猜一下 因為我不喜歡看網上的影片 去打 真的 解不了就解不了 就有空再想一下 這個神廟解不了 我想不到 或者這個水水八爪魚怪 打不到 我去別處 地圖很大 我去做其他任務 我先去東面南面 搞完一輪 就可以儲多幾百支箭 或者儲多幾支矛 因為我習慣用矛來去刀那些敵人 好刀一點 用矛向前刀的 用劍向左右揮 那些時間 你回氣的時間 時間 就被人攻擊到 我將它矛 收集多幾支矛 可能三天後 突然去打 八爪魚怪 打到 這個遊戲的可愛之處 不會過不了關 你就卡在那裡 你先去做其他事 就算不做其他任務 你都可以百無料賴在街上走 只要你不像我這樣 在天空又怕跪高 在地上又怕走雷比雷劈 又怕不知道什麼怪物 什麼豬 在地底又更加恐怖 在地底又有那些 紅色的灘灘會動 有幾隻手 很恐怖 我不懂打那些 我只需要用爆炸花去打 但爆炸花不是經常有的 炸彈花 我無端說實在 這篇就講一條題 這麼快就出什麼傳破 雖然沒有雷 沒有劇構 但我看上去 這麼容易爆機 這個說出來 有一點反效果 當然他的心態 這是什麼 巴哈姆特 還是什麼 當然他這個媒體公司 就算他不出這篇 21日告訴你 他爆了 那些人上網 自己的玩家 已經出了一千萬條片 告訴你他爆了 等於你隨便 在Youtube打薩爾達 王國還是國王 幾千萬條片 就是教你怎麼打 你不做 別人都做了 撿書下 就慘了 我覺得 遊戲還沒出來 就說不定是爆了 通常以前 那些遊戲還沒出來 媒體試玩 就算他真的爆機 都不會說 都只會告訴你 玩過他的試玩版 大家有玩的試玩版 或者玩過初步的感受 現在不是他全爆 爆機 爆遊戲 時代又再變 我覺得他不多不少 這樣出這篇 是因為受薩爾達影 可能因為太多人 投放這些片 或者太多人開直播的時候 太多素人 也好 因為每個人的要求不同 有些人看這篇 我破不了神廟 我要看一條 簡易精兩三分鐘 沒有廢話的片 有些人不是的 同一個神廟 可能他講二十分鐘 有些人可能 正常去走 破個神廟 因為神廟 不是只有一個方法 去解釋 弱智 像我那樣 用最低能的方法 明明他叫你 搞機關要過前面 那條河 或者懸崖 如果真的搞不到 我會用材料 建一條橋 可能六塊板 搭一條很長的橋 他就是有 Plan B有其他方案 我才會玩到 我不會看那些片教 但有很多人 有很多這些片 當然有些知名做開這些 有我不知道他男還是女 聲音是女 但我常常懷疑這個人 是男人 他是假裝的 只是把聲音調到女 他以前最有名的 我知道他是玩動物音森 他經常玩動物音森 他很出名的 那個人 不知道幾十萬 幾百萬人訂閱 他現在當然不玩動物音森 可以玩西爾達 但我沒有上網查過 隨便看 我懷疑這個人根本是一條兒子 然後變了聲音 未必是一條女 那他那些 一貫水準 又是維持著 不會太多廢的東西 因為我看過 隨便看過 因為我那次按他 彈出來 這個人不是玩動物音森的嗎 可能他動物音森和西爾達 但他中間玩過別的 原來他也有涉獵 還有很多條片 有些人一開 不會想聽的 多長的已經不是 是那些 可能我做廣播界 那些死人相 那些死人相 我一秒馬上刪掉 所以有些人不是 沒有所謂的死人相 因為他不會說那些死人相難聽 那些死人通難聽 因為他根本都沒有聽過好的 他不會覺得其他人有難聽 現在路了17分鐘 剛才有幾分鐘 我都不知道 說多一單給你們聽 收工 這個 這個早禮拜三穿的 沒讀到 原本我想讀烏龜滑隧道 挺好笑的 簡單說 烏龜滑隧道 在外國有隻大的烏龜 很大很大很大 很大隻的 那家裡的後押前 我滑隧道 我打算逃走 烏龜 困住了 然後家裡有一隻 邊境牧羊 不知是邊境牧羊 那些狗 下去的隧道去救他 下去之前 拉一張尖下去 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 最後連主人都鑽在地上 那個地上 誰說是烏龜滑的 好 最後困住了 後來報警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報警之後 主人自己爬出來 消防員警察來到 10分鐘才哄到烏龜和狗 把烏龜和狗 整個點就是 我會覺得 為什麼烏龜刮了那條地道 那條地道可以隱藏一隻巨大的烏龜 一隻巨大的狗 和一個人 可想而知那條地道多大 滑的時候 不是一天半天 可能是滑了大半年 為什麼主人不發覺 哈哈哈哈 你說主人發覺到 就由他滑 這樣 所以整宗新聞 千萬個疑點 好像我喜歡想無謂的 真的 你看不到烏龜滑 你不阻止他 還是由他滑 知道嗎 但是他滑過木板 滑過旁邊的屋 你和旁邊的屋 很友善嗎 人家不介意滑隧道嗎 他滑烏龜滑地道 期間不會下雨水 浸水 什麼都好 最終得出來 結果會困在裡面 哈哈哈哈 你自己幻想 當然我當然會覺得 烏龜滑的過程 可能一年半載 主人當然知道 不過是由他 可能烏龜一向都是慣犯 你就算封了他 他繼續滑 他就由他滑 誰不知又滑 那條人真的滑 還困在裡面 哈哈哈哈 然後那隻狗 又不知道 拉張尖內滑下去 救不到他 人還要鑽下去 笑了 已經不需要想 那他是否為熊而拍 為想搞笑而拍 不知道 我回到著眼點 很想知道烏龜歷史 是滑了多久 這條隧道可以藏身 一隻對大烏龜 一隻狗 大狗和人的隧道 他是滑了多久 哈哈哈哈 還有究竟和隔壁屋 是不是朋友呢 還是可以滑一條隧道 隔壁屋 隔壁屋不出聲 好了 這單 這單是前幾天的 只要有夢想 就凡事可成真 我經常都不要把自己 擺在一個失敗的位置 不要常常是葡萄別人 之餘 就把這些葡萄化成 懸行 很厲害嗎 懸褲放肆 怎樣怎樣怎樣 我不會買這些東西 我買不起 我用手機拍照 幾皮東西買相機 懸褲你會不會拍照 不要想這些 我經常教你 有得這個方向 基本上九成九 你一輩子都買不起 這部相機 講白你一輩子不會發達 或者你一輩子做人 不會成功 當然你要拿捏 不要太大相投之餘 最基本的一點就是 不要去葡萄別人 你會葡萄 葡萄得來 你不要圓 你不要說 我不會得到這件事 你應該給自己一個目標 如果剛好舉例 相機你都想要 那你會想 怎樣可以儲到錢 儲5年 10年 什麼都好 或者打多一份工 你就得到那部相機 人人有自己的方法 一定有 隨便舉個相機例 可以不是一部相機幾百元 可以是一部6千元的手機 你平時可能用慣那些千多元 你看到一部7千元的手機很想買 你不要一夜說 買不起不是這樣 你一買不起 就怨恨去串人 說別人懸褲 或者諸如此 你的人就沒有出色 Loser的特質 其中一項就是這樣 我說過很多次 這篇事件 反過來 我覺得可以是一個勵志的故事 當然你不要走去 一般的網民 什麼都罵 或者剛才有說那些反射好人 買一部法拉利 把屁嗎 那些交派揮 不是 說這些 條題是這樣的 有一個農夫 為了他的夢想 Dream car 買法拉利 分多少期 一百二十期都要買 十年 還清 結果有意外驚喜 一般人 當你買車買車 Dream car 可能都有法拉利 林寶堅尼 Porsche 什麼都好 每個人的夢想不同 Dream car不同 他是法拉利 我跟他說 世買不起 這傢伙很帥 旺角柏 法拉利 肯定富二代 你不要想這些 你不要這樣看低自己 你這樣看低自己 很嚴重的是什麼 無論是一部幾百萬 幾千萬的車 樓 一部幾萬元的相機 一部一萬元的電話 你這樣看低自己 最慘的就是令到你 真的不會成功 而且是偏向Loser 沒有人想做Loser 一個失敗者 沒有人會自願想做 根據日本媒體報道 在日本 慈聖縣 一名54歲的農民 他的名字 不說了 是農民 愛車如名 愛居如名 年輕的時候 今年54歲 夢想自己能夠用一部法拉利 雖然農民的年收入 只有276萬日圓 大約台幣60萬 除四 四一得四 四五中二十 你當他十四五萬 台幣60萬除四 十五 你當他十四五萬港幣 年收入 做農夫 十四五萬港幣 年收入 哪能買得起 法拉利 他是這樣想的 但在十年前 他決定買一部二手的法拉利 F35 當時售價高達700萬日圓 新台幣152萬 除四 四 你當三十幾萬港幣 他說 二手的 一部F355 十年前 我要買這部 對他來說 可能要回兩年半左右的全新才可以買 兩年半不吃 十幾萬一年 兩年三十幾萬 兩年半才能買得起 還要完全不吃不住 不喝不飲 不可能 說笑 你覺得賣不起來 因此 農民直接 找到人幫他做分期 可能他坐地開拿去 我不知道 分到一百二十期 一部二手車分到一百二十期 好了 一期 每期繳立一萬三千元台幣 四三一十二 即每期交三四千元港幣 交足十年 供樓又沒有那麼便宜 香港 日本可能有 香港不會供樓三千多元 日本也算一筆錢 三千多元一年 他為了車子和生活收入能夠充足 還跑到外面多打幾份工 好了 他為了每個月三千多元工 這部車還多打幾份工 包括幫人洗碗洗車 賺取一點點零星 總之開完折留 開完 沒想到等他十年之後 終於事駕十年 我還清貸款 車當然繼續在這裏 dream car 愛居如名 可能隔三天就抹車 好了 這台車的市場價格 竟然出乎他的意料 飆升到二千萬日元 即是新台幣四百三十六萬 十年前他就是新台幣六十萬 現在是新台幣四百三十六萬 這就是意外驚喜 突然變成生錢的收藏品 這就是我拿一篇出來說的點 他當年不當自己是Loser 咬牙關 工三千多元一個月都吃力 就算打多幾份工 對這部車的愛大於一切 所以他引到十年的時候 竟然會由六十萬台幣 變成四百三十六萬台幣 意外驚喜 雖然不清楚這個農民 有沒有利用這個優勢 將車賣出 即是今年當了 即是今時有多人當作古董車 但當年為了夢想的決定 加上努力工作和打工 將車賣下去 這樣的毅力是值得敬佩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值得說一下 剛才一說 開頭已經撇除了 人家都不實際 買車代步買個法拉 你不會說這些 人家的夢想 現在他十年後收成 正確捱在十年後 三千多元 竟然車油六十萬台幣 給了四百多萬 這個就是他的努力的回報 你可以這樣說 意思是 真的不要把自己放在一個Loser的位置 你自己又會沒有所得著 沒有所成就 一輩子都是失敗的一個Loser 另一方面 會令到你的怨恨越積越深 如剛才所說的反社會人格 百害而無一利 當然要補一句 不當自己Loser 但都要切合一些實際的 可能這個人說 一輛三十多萬的十年前 他買不起 分十年分一百二十期可以買 但如果當年這輛車不是三十多萬 三千多萬 那這個你真的沒得想 這個就不關乎你當不當自己Loser 都要實際些去想 都要實際些去想 好了 我不知道錄了幾場 中間就要貼上去 禁止你 禁止你現在都 我還要回到超級市場 因為我昨天買完東西 我今天才在收拾東西 當中包括一些買去台灣的東西 我發覺那張辣椒醬不見了 是不是我給錢的時候 在購物車上放上去 後來沒有拿回來 因為中間我拉過那輛車去哪裡 購物車 我的購物車 去配眼鏡 但不會成為 不會放在配眼鏡旁邊 因為配眼鏡歷時都配了十五二十分鐘 都不會被人偷了我的辣椒醬 這麼奇怪 整車這麼多零食薯片 我懷疑我真的沒有拿一張辣椒醬 所以我待會去那間圍航問 昨天有沒有割眼 有沒有辦法 我看了一張單 因為我的單單還沒丟 簡單來說我買一張辣椒醬給人 我發覺那張單原來寫著五十四元 但它明明貨價那裡寫著特價三十元 但它收了五十四元之餘 我沒有得到一支辣椒醬 我去問一下 可能我真的拿回來在家放了 我剛才找個帽子 又或者是昨天回家圖中 配眼鏡什麼都被人偷了 是不奇怪的 我看到一個點 原來我查看 但我明明寫著三十元 應該把收據寫著五十四元 一瓶辣椒醬 因為我台灣朋友喜歡香港的辣椒醬 還有為什麼配眼鏡 我昨天弄爛了眼鏡 我頂你這個肺 我看完後來配上眼鏡 這個眼鏡都值得了 四年 原來四年 我一直以為我舊的眼鏡 是兩年左右 四年 我隨便配合負責去拿 中間剖斷了 所以我現在的眼鏡是用膠紙貼著 好像看搞笑片 有個人被人偷了一拳 在臉上眼鏡裂了 膠紙貼著 經常會掉下來 所以我等一下要問那個辣椒醬 還有拿眼鏡 還有有個朋友說 他寫著網絡那些 懂得看留言的朋友 他說彈卷不能在台灣 這個我又回覆他 我上一集說彈卷 我只是說彈卷 我很清晰 因為他留了一句 我最有福他 為什麼 這個要澄清 不是幫我澄清 我要幫他講事實 他說彈卷不能在台灣 你寫留肉鬆兩個字 這些東西很誤導 人們會覺得彈卷不能在台灣 不知道 我糾正他一點 你寫留肉鬆兩個字 這個我反而有回 可能當給他掌知識 有肉類的產品 副產品都不帶進台灣 水果都不可以 彈卷是可以的 普通彈卷是可以的 沒有問題 這是肯定的 不過他應該沒有留心聽完整集 如果有聽到 以前我的台灣朋友來疫情 我平常都會去旺角 北角那間買彈卷 帶回去 那些台灣人 怎麼會不帶呢 我都幫他拿個小小過去 怎麼會不帶呢 一定帶 只要你裡面沒有肉 或者那些副產品沒有肉 就可以了 有時甚至乎 你不要拼搏 有些肉鬆彈卷 有肉鬆的彈卷 有些人說去過海關 人家看到 例如台灣看到 伴手禮手信 算了 這個你不要拼搏 明明規定 你有肉類製品 一定不可以 一定不可以 你不要為博 普通那些沒有肉的成份 是可以的 問題是 沒有需要帶過去 禮拜一見 就是這樣 嘿 嘿 嘿 我會不會 刀